嗨 大家好 現在呢 我打算來前面這家 咖啡廳做一下 因為我剛剛啊 去吃前面的88塊的 泰式料理吃到飽啊 喔 肚子好沉喔 然後就想說剛好門口 那這邊剩一個小型的mall 然後這個mall好像叫做sky rocket 然後呢 這裡 有一家咖啡店叫做 Cafe Le Moon 應該我沒講錯嘛 Le Moon 對 那這家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那最主要是我肚子有點飽啦 想說 天氣喝個咖啡 吹個冷氣 休息一下再走這樣子 應該是有位置可以吹冷氣吧 不會沒位置吧 沒位置就尷尬了 看一下喔 這家看起來還不錯 裝潢啊 還蠻有感覺的 只是有沒有位置可以坐 我看一下 The rocket他們 人工在這整理東西耶 這也是有位置可以坐嗎 沒有冷氣很好看一下 各位 先從外面看一下 他外面是有座位可以坐啦 只不過 外面這邊他沒有冷氣吹 沒有要曬一下太陽 然後裡面好像就 欸 不曉得他二樓有沒有開耶 如果有開的話那就很棒了 可是感覺應該是沒有開啦 沒關係 我們就先進去坐一下吧 啊這邊啊還不錯 好這邊開的營業時間呢 是早上的 欸 好像有改了 他這邊是寫7點開始的啊 只不過這邊好像是寫成啊 呃好像是有送東西耶 然後說是8點到6點 早上8點開始營業 然後這裡就看起來的意思好像是 是有送東西嗎 有這麼好嗎 50個送東西怎麼可能 OK 我進去看一下 然後啊 我今天點完餐了 而且啊他點完餐蠻特別 我點了一杯拿鐵 然後呢 他跟我說啊 這一杯東西都有做折扣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餅乾 那總共的話呢 我看一下多少錢 才80塊而已 你說餅乾的才 那一包餅乾的才80塊而已 然後我看他們店員啊 都是做這些 哇 EA淡數的裝飾耶 哇 我來代國人比較會過節 感覺他還在做裝飾 我想說他們我兩個店員在那邊坐著 然後那家店員啊 他的英文也沒有到很好 但是其實他們還不錯 他就問一下隔壁的 呃可能比如說可能幾隻塊怎麼講 或者是折扣怎麼講 然後 他就會直接跟我對話 還不錯 然後這邊的環境啊 一樓好像比較小空間 一樓就只有這東西 他可以坐一下而已 然後剛好我問他 樓上是可以坐的嗎 他說可以客上去坐這樣子 OK 感覺還不錯 這是一個小型的賣場 我覺得這樣子感覺還蠻棒的 泰國好像很多在郊區 就是類似像這種方式的 這種賣場跟咖啡廳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OK 我們等一下準備上去吧 然後從樓機上來二樓這邊的外面方形還不錯 然後 這邊感覺比我想的還好很多 因為我剛剛 就上來的時候 我驚訝了一下 樓上他冷氣進來都是開著的 蠻酷的 然後 座位雖然不多 可是蠻空曠的感覺的 就是不會太過擁擠 有些咖啡廳是做的很擁擠 然後呢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我就今天坐這邊 然後整個位置還不錯 這邊啊 如果打電腦的話 在這邊也會用得蠻舒服的 然後他也有提供一些充電的插座 旁邊都有提供充電的插座 哇 好舒服喔 在這邊待一個 待一個上午啊 也蠻不錯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床上有著一個 飛機頭的時鐘 而且這個還蠻酷的耶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 時鐘的設計 蠻酷的 還是真是一個車 引擎頭的 飛機的時鐘 這樣子 然後中間呢 就是 這個時鐘 然後旁邊有擺著一些 欸 這裡的女神 巴黎階塔 這應該是凱學門吧 我沒記錯的話 OK 感覺 裝潢還蠻不錯的 然後啊 我點了這一杯 這一杯拿鐵 這樣子 這杯拿鐵 然後這個呢 他剛剛跟我講啊 呃 除了這個麵包 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個 這些像是酥酥酥的 一個小餅乾啊 我覺得還不錯 就想說 欸你們來試試看 然後我本來以為 這個可能會超過 因為他 他就說他們有打對折啊 給我50%的折扣 然後我本來想說 折扣完可能會再 50塊吧 因為我在想這個 這個分量也是蠻多的 我以為他一包可能會賣100塊 因為通常咖啡店賣的東西 這個都不會太便宜啊 那結果沒有想到啊 他這樣子 兩個加起來才80塊而已 也就是說 這個呢 原價應該是60塊 打完折之後變30塊 還蠻划算的欸 就點了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喝咖啡 然後在那邊稍作 休息一下 就很舒服 然後旁邊呢 又提供水 可以裝水喝這樣子 因為吃多了會有點 咖啡喝多了會有點口感嘛 剛好有水可以一起喝這樣子 我現在肚子好爆 然後就剛好坐著打個電腦休息一下吧 這一家咖啡店呢 真的 我自己來之後 發現欸很不錯 它雖然不大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夠用就好了 然後尤其是你如果跟我一樣 想要來吃這一家 然後隔壁就剛好在裡面而已 在隔壁而已 會很方便 就吃完之後呢 來這邊坐著休息一下 等肚子比較沒有那麼飽的時候 再離開 那 我在想我今天可能吃這一家就飽了 因為我剛剛吃了很多 然後 因為像我昨天啊 昨天去吃那個 老包豬飯啊 跟那個 鮑鯛 結果兩個 它份量都算蠻多的 而且很便宜 然後我就吃了到晚上 我大概到晚上 我都沒有覺得餓欸 都吃不太下 我昨天本來想要去吃那個 孔龍的油條的 結果我已經到門口了 我就覺得我完全吃不下 所以就 嗯 改天再去吧 本來是今天要去啦 可是今天我吃了這個之後 又覺得太飽了 改天吧 我們還有好幾天 我大概還有 七天吧 還有七天在曼谷這邊 在清曼這邊 到時候啊 我在找一些資訊跟大家做分享 一些可能 比較少人會分享的點吧 分享給大家 那我覺得今天那88塊吃到飽 真的是超讚的 雖然說這個地方 離市區 比較沒有那麼近 可是也不會太遠啦 我坐摩托車過來的話呢 也才花61塊而已 很便宜 66塊而已很便宜啦 不會太貴 然後 OK 那我再一次看一下 看這幾天有沒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資訊 再跟大家做分享喔 OK 那今天這個咖啡廳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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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